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百香果的瘦粉 这棵百香果是我种了一年的 然后是春年的时候叉枝 然后你看现在已经长成这么粗 现在大概已经有两米五这么高了 然后你多高啊 我是一米九 然后这样的话就有两米五 对然后你看这个是已经瘦粉成功的果实 大概有一个大鸡蛋的大小 对这个品种叫做满天星 然后今天我给大家讲说一下 如何给满天星百香果瘦粉 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正在开放的百香果画 然后其他品种的话颜色可能会略有不同 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 然后它的难度在于它的瓷蕊是在下面 然后熊 不是它的熊蕊是在下面 它的瓷蕊是在上面 所以自然的话 它可能花粉不会自然而然的落在这个瓷蕊上面 然后就会影响它的瘦粉 所以我们需要人工的把它的这个花粉 从 哇掉了一个 然后再来一个啊 你就用手 你的手挡住 我先把它 我先把它拿下来 噢哎呦掉了 很成功 很成功 不先从地上把它捡起来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熊蕊 然后你看黄色的时候 这些都是花粉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做的是把这个花粉 全都粘在它的瓷蕊的那个柱头上面 哎 来吧 哎 你看它有三个这个熊蕊 我就一个一个的 把它们每个都均匀的涂在上面 你放大一下能不能看到 就是已经沾上花粉的这个 能看到吗 对 只要都能沾上一些 手挡住 这样瘦粉 瘦粉就成功了 一般的话 瘦粉成功了之后 一周之后就能有这种小果实了 然后如果失败了 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瘦粉失败的白香果 然后它就会变黄 自己就脱落了 好了今天的白香果 瘦粉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